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 Ken 今天想說一說姜濤好得太過份這首歌曲的歌詞 有少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你新鮮,我已經聽過了 但是今天我就想看看歌詞 因為實在太好聽了 近來我是有時間想去彈琴 我就想彈這首歌曲好得太過份 我現在準備會彈 但是在彈之前,我想了解更多歌詞說些甚麼 令我彈的時候都會投放多一些感情 知道是怎樣的,除了歌曲是怎樣的 今天不是想說這件事,但是我想跟大家一起去看看 說一下我覺得歌詞寫成怎樣 首先說了這首歌曲是隨號 詞是陳永謙 陳永謙的詞我一直都認為是不錯的 陳永謙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我想有這麼近一年多的人都應該知道他以前幫很多八九十年代的歌手去填詞 近來就是姜濤有幾首歌都是他填詞 包括紅雀嘴 好得太過份 孤獨病 還有一個最新的歌曲 所以你看到他的詞都是很有意境的 一看都很明白故事是怎樣發展 還有他會有一個影像化出來 所以我是挺喜歡的 這個填詞人 今天就想跟大家看看好得太過份 這首歌曲應該是給粉絲 所以我是很期待 姜濤以後的作品 都是多一點付出 用他自己最真摯真誠的心去分享 以及為香港的樂壇去付出一些貢獻 帶給大家一些歡樂 以及一些愛的出現 我是很期待姜濤之後 會繼續有這些類型的歌曲再出現 所以其實陳永謙我覺得對於姜濤來說 都算是一個很重要的partner 去輔助或是跟他一起合作 我們先看一看歌詞 因為這首歌曲實在太好聽 真的太過份 也都是聽得太過份 有時候我覺得 我們先看一看歌詞 我面對這份愛不止抱歉萬次 我不肯定 但是我聽到姜濤唱的時候 就是說粉絲對他的愛 他竟然是覺得對不起這份愛 其實畫面已經很出現了 頭兩個已經很出現了 他後面之後說 唯獨你怎麼都不介意閒話 任人說 多少底位就麻營救堅持 在我害怕之時說我可以 有你們作為一個後台 即使你們是不介意 讓別人說 你知道吧 其實我現在看回那些 Sorry 我先說一點點 我是聽到很多 一些頻道或是一些群組 說姜濤的粉絲如何不好 我知道很多人都受了這些東西 就麻很久了 我自己其實都有版本來看 我都被別人說 有些人還要拍照我的影片 拍照我的圖 公審我 又說我基努 其實我也是抱著姜濤的心態 就是 你說就有你說 我可以怎樣 把嘴巴長在你身上 最重要是我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是不是 你不要太過份 你太過份我當然是不拒絕 我真的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但是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清晰的事就是 我們要為其他人服務 我們是要幫別人 而不是去說別人 甚至乎只是很自私地去先理自己 我們是要服務社會 服務大家 這個社會才得以一個 很良好的發展 剛剛才 我想你們都明白的 但是他們不明白 所以這件事我是很懷疑的 在姜濤覺得失意的時候 他說大家給鼓勵 他給鼓募 說我可以 我覺得這件事 他自己都收貨 收到 大家對他的愛 是有多多 以及含意有多深 你面對我受錯 比起我更在意 也是說 為何發生在我身上的 不好的事 你們比我更加不開心呢 就是 這樣就是了 姜濤 你也知道大家對你的愛有多深 真是當自己兒子一樣 我想很多人都是當自己兒子 或者當自己一個很好的親人 一樣 但是你看下去 其實 陳永謙的詞就是這樣 就是很清晰 每一個字 或者每一個句子的運用 你看到他都是 很有畫面 你明白嗎 然後你 禁不住 糾結望向天 盼望放情 當然 你不可能逆轉天意 但你不自量力 仍然去試 令我忍著淚 從頭開始 即使你比我更加在意 更加傷心 知道可能有些東西 是 你知道吧 不可以逆轉天意 因為 人家 即是把口放在別人身上 你都不可以做些什麼 但是你都會去嘗試 去改善 別人 希望不想 他繼續做一些不好的東西 或者做一些不差的事情 對社會或者什麼都不好的事情 是不是 令姜濤自己忍著不要走 因為你要知道 姜濤的身份 就是一個Leader 你是不可以倒閉的 OK 就算你又不開心 要倒閉的時候 大家都會抬起你 在後面 踏著你肩膀 繼續say go ahead 我們支持你 這個就是 姜濤收到粉絲們的一種愛 支持鼓舞 接著就chorus 誰好得太過分 誰死心塌地 作我胡音 淡淡言 微笑著 若要哭 哭得比我狠 誰不准我慰聞 只准我放心 蠢到為我分憂解群 即使我明明有錯 一雙腳如何粉樽 還在震 這就是 這兩段要一起說的 因為這兩段 它有前和後 誰好得太過分 即是說粉絲們 你有甚麼事就會遮蓋我 胡音 無論發生甚麼事 我們都會笑著面對 就算要哭 哭出來 哭得比我狠 因為你是比我更加著緊 這個就是他想表達 陳永謙想透過姜濤 真心的想法去表達 對粉絲的 感想 慰問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到這一刻說的 都是我自己個人立場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絕對 不代表姜濤陳永謙 真正的想法 或者其他人的想法 OK 這個YouTube Channel 都是 說多次 都是我 對於歌曲 或者歌詞的 感想 誰天黑 會抱恨 天光 太敏感 總學望有多些指引 迷途後 望向自己捉印 學好整個人生 即是 你看到這些就是影像化 天黑 天光 是不是 有指引 捉印 如何好好過 你的人生 即是這些就是我經常說 它很有形象化 不是 影像化了 是不是 我怎麽去愛人 才不管我那裡鼻群 但願怒怒抱著 讓你知道 通通都不要緊 填補所有責任 修補我決心 不再讓我天空灰暗 想反過來 嘗試愛 感激 你仍然與我 無限勤 嘩 真是 我不敢說這段 歌詞是 很完美 我想陳永謙也覺得有些位置可以做得更好 但其實 已經給我的感覺是 完美演繹了 因為是很配合 最重要是 姜濤唱什麼歌曲也有自己的風格 我再說一次 他自己有一個門牌 有一個分支 但是 加上歌詞的配合 是將整件事 等於你 你食出前一丁 你一定要加味精 要加麻油 麻油就像歌詞一樣 你歌詞填得好 整件事是完全聲華了另一個層面 歌詞就是這麼重要 所以為何我覺得陳永謙也覺得 這首歌詞作詞作得好 就是這個原因 首先 它是很配合曲的 它是很配合的 你不要問我一些專用名詞 又如何配合 我不懂 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 我喜歡聽歌 我沒有懂得專用名詞 但我只懂得一點音樂 懂得彈琴 所以我不是那些專業人士 你不要再問我了 夠了 真的 為何你不用那些專用名詞 去講一下 學習一下 所以我不懂 我很老實的 我很討厭 我不懂就不懂 懂就懂 那整首歌詞 都是說 你們比我更加著緊 即姜濤 想說出來 你們比我更加著緊 連我自己 也有時不知道怎樣做的時候 你們都會繼續在我後面 默默地支持 明知有些事 可能沒有結論 沒有結果 或者是做不到 都會去嘗試 這些就是對於姜濤的愛的表現 是不是 那麼 姜濤就是很 自己是很慶幸 有這麼多人去支持他 但同時間亦都覺得自己 他發了一些自信心 他覺得自己是不值得被愛 那麼多人愛他 他自己的自知之明 究竟我有什麼值得大家去愛呢 為何你們要對我這麼好呢 就算我自己要承受的東西 為何你們都要幫我承受呢 但是最後姜濤就說 我明白了 你們的出現 就是讓我不完美的地方去修補 令我變成一個更加完美 或者更加好的人 多謝你們 和我在這段時光發生的所有事情 你們和我一起 你們和我一起 我很感激 希望繼續 大家都會支持我 他有時說話就是 我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你今天看我 我第二天可能不看你 好像有些YouTube頻道都是一樣的 我剛剛成器 又說了一點不關的事 不好意思 有些YouTube頻道是說姜濤的 說了很久的 差不多每天都出了一段片 突然是沒有聲氣 不出片 突然間是刪除了片 有些YouTube頻道明明是不停地去分享姜濤的資訊 可能是姜濤或者是愛姜濤的人 突然間不說姜濤 突然間是離開了 突然間刪除了影片 有些姜濤很愛姜濤 會不停地分享 突然間不說 為什麼呢 甚至有些是喜歡姜濤 但是不喜歡King Sir 就是不喜歡小弟 他都會出一些片 去說小弟那些不好的東西 但突然間又不說 走了去哪裡呢 姜濤就會覺得 你經常說我或者怎樣喜歡我 但為什麼突然間又會失去 他會失去安全感 但是正正就是姜濤的出現 很多外匯姜濤 正常姜濤的出現 是令姜濤的自信心 和他對於未來的 希望發生的事 他想做到的事 大家都會有一個 叫做 一齊陪同他 是為他鼓勵 繼續支持 這個就足夠了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因為我自己也有點激動 但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希望大家繼續聽姜濤的歌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他 這首歌好得太過分 實在太好聽 有機會我會彈出來拍片給大家聽 好嗎 大家看好嗎 到時我們再聊 我是King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見 記得之前按個like給我 訂閱這個頻道 我也開了TG Group 有興趣可以加入來 然後分享你想我react的音樂 好嗎 我們下一段影片見 拜拜